居子狗妈妈街 子雷斯我们经常要组织死刑 可能平常都没有意识到 她有这个安全隐患 所以在看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 希望各位家长要注意 还有一件事情也要注意 就是小心邻居家的狗 要说到的也是一个小女孩 她不小心被邻居家的狗咬伤了 而且伤势非常的严重 在西安市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里 一岁多的女童琪琪刚刚梳完夜 已经睡着了 琪琪的妈妈说 2号下午她带着琪琪到邻居家玩 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事发后 琪琪被送到当地医院 并注射了狂犬疫苗 不过因为伤势过重 医生建议转送至西安市儿童医院 继续治疗 伤口是在头顶上 长大概有个十几公分 乳骨是外露的 伤口还有少量的鲜血 再一步呢 我们还要跟医院方联系 一块带着病人去省疾控中心 给娃打那个免疫球蛋白 目前奇迹状态平稳 等待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医务人员提醒 春夏季节 猫犬正处在发情期 具有一定的攻击性 因此要格外小心 避免意外的发生 天下避免让娃接触狗猫等动物 一旦被抓伤 要及时的给予伤口的一个用水稻水冲洗 立即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